有這麼複雜嗎? 真的是嗎? 你確定這是有一個因果關係嗎? 蜜蜂真的那麼聰明嗎? 不相信這個事情 今天我們知道他真的很聰明 他真的會 communicate 後來一個普利斯頓大學 因為很多人對他這個高方Fresh的結論 是抱懷疑的態度 最後在普利斯頓大學 我還記得我看過那篇報告 大概有三、四十頁的報告 他做了很綿密的一個實驗設計 到最後他的結論是 高方Fresh的推論是真的 不是一個correlation 不只是一個相關 而是真的蜜蜂能夠這個樣子 今天我們已經很確定 大概十年前我們看到有人用一個蜜蜂 用一個假的蜜蜂 一個機器蜜蜂 讓他發出特定的震動 然後看其他跟他一起跳舞的蜂 會不會按照我們希望的那個方向跟距離去飛過去 他們發現的確可以做 那經過這個操作性的實驗以後 我們現在已經非常確認 他們幫Fresh貢獻 最大的貢獻就是說 動物要靠溝通 尤其是像這種無極對動物 像蜜蜂 很多螞蟻 他雖然小 可是他們就有非常複雜的溝通的系統 好 這些東西要能夠回家到外面去打獵 到打水去找食物 他們要回來的時候 他們一定要有脈 他們一定要有地圖 那個地圖 他們呢還要留指南針 我以後說 我舉個例子 我家住在食物園 我常常要去火車站 我叫了計程車 Taxi 我要去火車站 我上了車禮會就跟他講 他就說 他會很客氣的問我 說先生 你要走中華路 還是要走重慶南路到火車站去 我說 重慶南路比較近 可是紅綠燈很多 大部分都同步比較快 你就走中華路 謝謝 謝謝先生 我們兩個在談話的時候 我們的腦袋裡面都有一個抽象的地圖 就好像說 我們到那個學校後門那個 那個語言中心那個地方有一個Star Park 我在跟你講這種 大概就有一個圖 在那個地方 我們12點在那邊 在Star Park見面 然後我們到哪裡去吃飯 或者說我們到科技大樓 你馬上就有一個 就有一個 你不是很清楚 但是 我在跟你講的時候 其實我們兩個都在用地圖在溝通 你的腦袋裡面有一幅圖 我的腦袋裡面也有一幅圖畫 但是還有一個你要知道說 你要有一個campus 你要知道說 你的腦袋裡面要有一個指南針 告訴你怎麼走 campus 你看 現在我們用全球衛星定位 蜜蜂 鴿 鴿 蒼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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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在用 他們都知道 很清楚 有一些動物要儲藏他們的食物 他們要非常清楚那些東西在哪裡 可能沒有到GBS那麼精確 但是 他一定要知道怎麼定位 他知道哪一些方位 比方說 我們有一種鳥叫做 黑麵 皮露 有一個同學 有一個朋友他都在懂 他叫黑麵 爬蠅 爬什麼爬 爬到哪裡去 哦 原來那個字對他太困難了 琵琶的爬 他就念成爬蠅 是黑麵 皮露 spool 就是他的嘴 像一個飯掃一樣 講spool sp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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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鳥會像spool 這個鳥 最遠的地方 從西柏伊亞 從北韓飛過來 你要從 坐飛機坐到首爾去 從台北 坐這個 這個 七三七七四七做過去 要花兩個鐘頭 那個鳥速度沒那麼快 不能一小時 飛 800公里 這個900公里 但是 他飛了一陣子以後 飛了過打越 他就飛到台灣了 台灣就在這邊休息 到了明年 現在已經到了 到了台南七五 然後明年的四月 他又飛回去 這個他要定位 他怎麼不會迷路啊 我給你一架飛 我送你一架飛機 然後沒有導航系統 你去飛飛看 原來叫你飛上海 你可能飛到夏威夷去了 那這個方位 你必須要掌握 你看 後鳥 甚至於小隻鴿子 這個 跟小的蜜蜂 他們都有方位的概念 而且打蛋裡面顯然是有這個工具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遷移 遷移就是動物行為學上面 一個非常 非常 非常 讓人 這個 讓人驚訝的 一個 一種 一種行為 就是 非常 神秘的東西 到現在人家 不容易了解 他們怎麼做到 所謂的遷移就是 一些群體 長距離的從一個地方搬到一個地方 一般來講都有季節性的 比方說 後鳥 後鳥 到了秋天的時候 就開始往南飛 因為北方的生活是越來越惡劣 所以要到南方比較溫暖的地方 去尋找一個不東的地方 然後到了那裡以後 過完的冬天 到了歷年的春天 他們又繼續往北飛 很多的後鳥大概是這個時候 開始往南飛 所以剛剛過了有一個 這個灰面鳥 大概是在十 每一年的十月 我們叫它國慶年 大概十月十號前後 會到我們的墾丁 然後過了墾丁再繼續往南飛 到菲律賓 到印尼去 大概是十月十號前後 有時候十月一號就來了 我不清楚是進入什麼國慶 但是這個後鳥 每一個大概都在大 就是明年的春天的時候 它就會從南方過來 就不再墾丁落腳了 它就跑到八卦山 八卦山就是彰化 彰化人以前叫它南陸鷹 南陸鷹 南陸鷹幾盤西高清 一萬隻 十到九千隻 九千隻到哪裡去 都到你的武藏廟 後鳥全部把它淡掉 吃掉 他們覺得是天上掉下來的財寶 那麼現在 這個彰化人不這麼做 彰化人現在賞鳥 所以每一年 非面糾要經過的時候 就變成他們最重要的賞鳥劑 非面糾來的時候非常壯觀 現在可能沒有那麼多了 但是幾乘百上千的 到了那個過完夜以後 他們就會慢慢盤旋 隨著氣流上去 然後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後 咻 就往北飛過去了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行為 那麼這次數量是非常大 我們現在看到成百上千 有時候是幾百萬的那個 幾百萬的那個鳥 或者是屬於後鳥呢 這個宋子鳥 他們都會從非洲飛到澳 歐洲飛到非洲 然後這樣非洲再飛回去 這個魚群呢 可以跨越整個大西洋 還有一些鳥從北美飛到南美 還有一些海龜這樣牽引 這個金也是成群的牽引 牠們都有一定的路線 那你說這些生物 牠們的命很長啊 走一次走 不曉得怎麼走 走第二次就曉得 第三次牠們就曉得 那我們來看看狼蟲 狼蟲一年只有五代 這樣你看到每個黃點 都是一隻黃蟲 黃蟲起飛的時候是這個樣子 剛剛要起飛 非洲人要嚇死 在中國歷史上面 大概兩三百次的黃蟲 全部被記錄下來 在三千多年年 聖經的舊約裡面 有一張是專門記錄黃蟲 你要知道黃蟲在歐 因為歐 亞洲跟非洲 是一個跟人類 競爭非常激烈的昆蟲 這個昆蟲是被歷史觀記錄下來 這個史記記錄牠們是因為 牠們來的時候 會把人類種植的五股雜糧 雜糧全部吃光 這裡唸一段 還是給你聽 2004年的時候 就是三年前 沙漠飛黃在西北非造成 農業損失高達25億美金 現在美金雖然點值 不過大概是750億台幣 當年是黃災 是15年來最嚴重的一次 國際組織花了4億美金 就是120多億台幣進行防治 2006年10月去年 世界梁農組織 再度發出飛黃群可能存在的景趣 一隻飛黃每一天會吃掉 和它的體重 這些一隻飛黃重2公克 那它每天會吃掉2公克的食物 都吃掉 你是60公斤 每天吃60公斤 你是80公斤 每天吃8公斤 嚇死人了 一小部分的飛黃 平均的重量相當於1公噸 換句話說 它每天要吃掉1公噸的糧食 裡面這一群人 我們全台大人才吃不到1公噸 那麼一群飛黃覆蓋的面積高達120 1200平方公里 1200 台灣是36000 36000 這次是1200 那麼每平方公里 並有4000萬到8000萬隻的蝗蟲 那麼它乘以1200 去看看 我不曉得不算 4000萬乘以1200 這麼大 我看過一篇文章是 他還講說 他們有 以前早年 他們只有蝗蟲來 很嚇人 並沒有去測量它 都覺得 我們講說 它的寬度大概是9到10公里 9到10公里 它的長度呢 綿延35公里 換句話說 第一批 假如裡面是D牌的黃蟲 都已經到了101大樓了 最後一批呢 還在中壢 這一片 全部都是蝗蟲 他們在4000公尺高峰 就是距離地面4公里 做得不得了 來的時候看不到太陽 只有天閉日 他們來的時候 第一排的蝗蟲 然後裡面是第一排的蝗蟲 看到前面沒有蝗蟲 就會降落到地面 第二排的蝗蟲 飛到前面來 看到沒有蝗蟲 它也會降到地面 降到地面 看什麼 休息 吃綠色的植物 那蝗蟲很長啊 就繼續過來 所以前面的都一直往下降 後面的一路上來 當這個蝗蟲快要截 蝗蟲的尾巴快要到這裡的時候 在地面上看到 欸 上面的蝗蟲都要飛過去了 它又吃飽了 它又加入蝗蟲去 所以這蝗蟲是像一個輪子一樣 下來再接到後面去 下來接到像一個輪子 這個輪子撿過的地方都沒有綠色的植物 人看起來都嚇壞了 你要用農藥噴它也噴不了 你能夠噴它幾十隻 它都飛走了 哇 全部滿意吃光 這個故事不是2000年前 人類科技文明還沒有發展的時候 農業社會的時候 這是在科技這麼發達的 2004年 2006年 我們今天還要面對蝗蟲這麼大的競爭 這英國人在統治東非其他殖民地 這是非洲的Ethiopia 非洲之角 這是阿拉伯半島 這是印度半島 這是水利安卡 在這地方大概就是 伊朗和Iranians兩個流域 這個地方 這裡有一群蟲蟲 蟲蟲蟲 這是非常大的面積 這個島就比台灣大很多 馬達加斯加 這一區有一個蟲蟲 到了阿拉伯半島 阿拉伯半島 這邊是西來半島 這裡就是以色列 這邊是埃及 這個地方有一個 更大一群 在西北非 這裡是沙哈拉沙漠 這邊是北非 北非連影的故事 西班牙 這邊整個是地中海區 這邊整個的西非 又有另外一群蟲 他們這個都已經Mapping 都已經做好了 這個 他為了要對蟲蟲 什麼時候開始起飛 為什麼大家會來 和引擺一起飛 飛到哪裡去 靠怎麼樣的導航系統 去那裡幹什麼 英國人都有相當深刻的研究 但是我們現在知道很多事情 我們到現在還對蟲蟲整個的這個 整個的這個 這個煎餘的機制 卻還不是那麼明白 我們今天不是那麼明白 但我們知道蝗蟲的function 我們認為蝗蟲不會知道它要幹什麼 但是我們知道蝗蟲到了 他飛到了目的地以後 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蝗蟲可能要飛幾千公里 可能上千公里 在幹什麼呢 在找什麼東西 根據這北非的研究 他們知道 他在找一個雲雨交費區 他在飛啊飛啊飛啊飛 飛到一個地方 就是風從各個地方來 這個時候風來的時候 帶來的這個雨水 雨水就降下來 雨水就把那蝗蟲群打散 蝗蟲群打散以後 這個蝗蟲就降落到潮濕的地面上 這時候土壤是潮濕的 是鬆軟的 蝗蟲媽媽就能夠把它的肚子 它降下去後 立刻金草 熊的蟲子金草就發育 這個蟲的軟巢就發育 在飛翔的時候 他們把所有的能量都放到胸口 胸上的肌肉 可是一到了目的地以後 他們所有的能量就回到他的生殖系統 所以卵跟金很快的就 金蟲很快的發育 然後他們就求偶 他們就交配 然後媽媽很快就把他的肚子 伸長了兩倍到三倍 把他的卵塊 產在這個潮濕土壤面 我們現在沒有任何證據 了解說 蟲總知道他在做什麼事情 但是我們叫這是他的功能 他的功能就是 當他的下一代 能夠有一個濕潤的土壤 可以成功的發育出來 你要知道在非洲很多地方 不要說土壤乾燥 不要說媽媽的這個 才這樣兩塊會乾燥 媽媽可怕連那個土都插不進去 硬道沒有辦法插到土裡面去 明年這些小蝗蟲 又從土壤裡面爆出來以後 他們又會尋找另外一塊雲語交會區 就這樣子年復一年的 重複他們祖先的故事 沒有一隻蝗蟲 從他爸爸媽媽那裡學到任何 任何orientation 這個定位或者飛翔的技巧 他身下來都會 我們再說一次 他這個program早就定下來 而且是可以漁產的 畫斑碟叫做Moonlight Butterfly 也有人叫它叫做帝王碟 這個帝王碟呢 是這樣的非常漂亮 台灣也有 那它是一種北美的蝴蝶 每一年的9月 他居住在美國的五大湖 五大湖的北邊就是加拿大 南邊是美國 這也就是什麼芝加哥 底特律都在這個地方 Wisconsin這些地方 那這個五大湖 五大湖的這個 到了9月的時候 這邊所有的蝴蝶都開始起飛 經過兩個月到三個月 連飛帶飄 他們就來到了 12月的時候 他們來到了墨西哥城附近 我要特別稍微講一下 我就這裡要表會不提 在美國 這是美國的洛基山脈 在洛基山脈以東呢 有一個族群 這個族群是往墨西哥飛的 洛基山脈以西的這邊有一個族群 是往加州 Sandiego 聖地亞哥這裡飛翔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基本上說 這是美東旅遊團 這是美西旅遊團 美西旅遊團比較小 我們就不在這裡講 這美東旅遊團就是說 哇 跑的地方比較遠 那麼在幾個月之內 就到了墨西哥了 那墨西哥什麼地方呢 在墨西哥城外面旁邊 大概兩百多公里的一個 一個這葉林裡面的溝通 數量非常大 一棵樹上面滿滿的都是蝴蝶 那前年吧 前年拿了一個冷風 據說死掉了蝴蝶大概幾千萬次 所以它的數量是用幾十億來算 那麼 這是在美國列為冰爵的這個 這個生物 你知道一隻蝴蝶的重量 是0.4公克 0.4g 你想想看 一個這麼小的東西 在兩個月到三個月裡面 它能夠正確無誤的 能夠飛到這個 它要飛的地方去 第一個 它的腦容量 大概是你的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 大概是0.04克到0.004克 它的腦袋裡面要裝這麼多的東西 給我們的chip 還有幾米 它有能量 因為飛機要飛那麼遠 還要加油呢 所以它有足夠的能量給它飛過去 它可以在路上 沿路補充它的能量 然後還有 它沒有過熱的現象 給你一個摩托車騎到高雄去 行到台中的時候 你就把引擎蓋子打開要散熱 就過熱 這個蝴蝶似乎沒有這樣的問題 也不會說打球打了三個鐘頭以後 你就抽筋 它也沒有抽筋 哇好厲害 這個蝴蝶很厲害很厲害 然後它可以飛到這麼遠 可以飛到它的目的地 然後在這路上 很多會死掉 死亡率也非常高 那麼明年的春天呢 這些到了三月的時候 它們開始飛過去 又飛回到下一代 下一代出來以後 它不會繼續往南飛 那腦袋裡面有一個石桌高山 它們該回去 往北飛 然後三月 五月 到七月的時候 它們又在這裡落腳 這裡面有大概經過了兩三代 就有一些大部分的蝴蝶又回去 然後到九月 又往南飛 我們到現在不知道這些小東西 怎麼做到 因為這到現在還是有很大群的人 在企圖解開這個牽引之名 那這個就是說 它這裡面是 這個城市是已經寫好了 它不是一步一步來的 它是一個package 很多的要怎麼做 都已經是一個寫好的城市 然後這個城市可以傳到下一代 我們身上有很多很多的城市 我舉一個例子 你們有沒有身上有書 你男生來的話 兩本書 兩本教學書 大概有一點重量 你剛說普通物理 他會不是 普通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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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有這種遊戲 法學的大西 類似 你身體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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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轉再幾 好 這邊 好 這有點重 可是呢 我可以叫這個東西 這樣 我也可以給你這樣子 對不對 我也可以 可以叫他皮 如果不抽筋了吧 我都可以做到 我的大腦可以叫我這麼做 你要知道 我要拉上來的時候 我的肌肉有一個角度 我要這樣子的肌肉有一個角度 這樣子的肌肉有一個角度 我都要知道 你的肌肉上面 有很多的sensor 很多的sensor 要告訴你 現在是垂直的 現在是 現在跟身體垂直 這是水平的 自然會打直角度 現在浮在他的身上 擺一本 腳徑這兩個 都是一公斤 後面聽得到嗎 腳徑這次一公斤 對不對 現在要這樣擺 在45度 好 你看 所以 這一公斤 所以他的 他要把他的肌肉 骨骼要調整到 一定的肌肉 可以抵抗一公斤的低心有力 所以擺下去 他突然 這也是一公斤 他突然下降 突然下降 是馬上他又把他抵上去 因為這裡面 他在剎那之間 就把他調整上去 就是說 兩公斤的東西 現在他原來是 一公斤的力量 現在這兩公斤 他要再用一個力量 這個肌肉 才能夠把他抵上去 所以現在這樣 我一拿以後 他又調上來 因為他下面是兩公斤 對不對 他剛剛調了兩公斤 幾公斤對不對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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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謝謝 剛剛為了舉這本書 你的腦袋裡面 有一個program 可以幫你去自動調整 你不需要經過大腦去調整 這個肌肉都告訴你 我要維持這個角度 要抵抗多少的力量 擺在哪裡 set 設定好了 然後你突然擺一個東西來 你把這個program 設定的東西打破了 它馬上調整 在剎那之間把它調整 然後你又放下去 它又再調整 一直在那邊做這個變動 這裡面你的肌肉上面 有一個叫做proprioception 有這種東西 然後這就是一個program 這樣子 這個東西是一個比這個還要複雜的program 因為要起飛 要定位 然後到一個地方去 那個只有0.4克的東西 它可以做到 你要知道 這個creature 這個小東西 都不簡單 絕對比超過你的想像 和複雜 來看一下我們的時間應該 多少時間 我們應該是5點20下課 因為我今天站你們10分鐘 對不對 5點20 5點10分的時候 你通知我一下好不好 舉一下手 動物行為非常有趣 很多很多的行為 那現在我們就 剛剛講的切移 好 我們再看看feeling 取食行為 你們現在有人在吃東西 對不對 我們接下來要吃東西 我們吃點心 我們要吃大餐 那這就是feeling behavior 你要找到東西吃也是不簡單 比方說 最簡單的說 那狗要去找東西吃 狗要找東西吃 那松鼠要去找東西吃 但是它是叫做主動的取食 那麼 我剛剛給你們看過 一開始 你看過那個 那個 蜘蛛呢 蜘蛛就是被動 蜘蛛要做一些trap 做一些陷阱 去等待 守株待兔等客人來 所以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取食行為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用它取食的對象來做分類 比方說這個 這是蜘蛛 這是pumple b 那pumple b呢 是一種蜘蛛 那蜘蛛 你可以看到它這裡有一個大大的 大大的腳上面大 這不是惡性腫瘤 這是花粉藍 花粉藍